第2831集 那秦霄见夜晨出来 面带笑容道 夜晨 你愿不愿意成为我的亲传弟子啊 木然女子开口道 秦霄 带她回去 若是收下夜晨这样的妖孽 只赚不亏啊 原本她以为那老祖宗想要收下夜晨 现在看来并不是 否则夜晨便会留在这黑血绝颠了 那自然不能错过 可不等夜晨回答 那女子声音便再次响起道 秦霄 你还不足以成为夜晨的师父啊 在这阴神殿这中 认随夜晨自由不得干涉 他日夜晨若是要离开阴神殿 也不得阻拦 秦霄文言目光颤抖了一下 连忙点头道 是 若是其他人这么说 他一定会恼怒 夜晨虽然是妖孽 但他好歹也是一个让无数人仰望的强者呀 竟然说自己无法教导夜晨 夜晨再逆天 也还只是史元静初中期实力罢了 可此话出自那木然女子口中 秦霄的想法便完全不一样了 他现在对夜晨的资质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连环真静都不足以教导的存在 究竟妖孽到了何等层次 返程途中 夜晨对秦霄问道 店主 我可否直接加入明殿 我记得 曾经有一世第一的弟子 直接加入明殿的先例 虽然他得到了木然女子的魂法 可以解决神魂反噬的问题了 但既然都来了半明之地 而且两个月之后 通天明碑就要开放了 这种大机缘 夜晨可不想错过 秦霄文言有些为难的道 依你的成绩 确实可以直接加入明殿了 但当年创立阴神殿的老祖 曾经留下规矩 其中一条就是 直接加入明殿者 需要是先天鬼休 夜晨文言眉头一皱 秦霄见状道 不过你也不必太在意 两个月后 通天明碑的参悟大殿 开始之前 会举行一次晋升评比 此殿弟子 有机会加入明殿 以你的资质 应当能够轻松通过 夜晨文言神色缓和了一分 问道 店主 这晋升评比 具体是如何评比的呢 秦霄道 很简单 每个死殿弟子 都会有一个排名 而阴神殿的规矩 是每七天之内 除了排名第一的弟子以外 其他弟子 都要与比自己排名高的弟子 进行一场战斗 若是七天没有挑战 比自己高位的弟子 排名就会自动下降一位 而战斗之中 低位者若是战胜高位者 便能夺走对方的排名 排名的高低 不仅关系到修武资源 宗内地位等等 最重要的 就是这晋升评比 虽然还有其他一些加分项 但每次评比 最主要的核心 就是看死殿弟子的排名 保持在前十者 一般都能晋升到名殿 夜晨目光一闪道 那我现在排在第几呢 秦笑道 你是仪式第一 每一届的新生仪式第一 我们都会自动让其 排到第十三名 也就是说 你只要在升高三个名次 便能加入名殿了 夜晨点了点头问道 殿主 这死殿之中 排名第一的存在 是何等实力 秦笑道 排名第一者 名为赵飞黄 修为始源五层天 夜深闻言 目中光芒闪动 这排名虽然重要 但如今他的首要任务 却是修习 木然女子赠予他的魂法 必须在下子神魂反噬之前 将这魂法练成 而且如今的他 在半明之地 已经拥有了 始源四层天的实力 若是借助轮回墓地 和玄寒玉 甚至更强 不然临时提升到 五层天的那位 也不会死在自己的手中 所以排名 倒不是需要担心的 两个月后 直接挑战赵飞黄 夺得他的排名便是 很快 在秦宵的带领下 夜深便来到了一栋阁楼之前 秦宵将一枚储物袋 交给夜深道 这储物袋之中 有死滇弟子所需之物 而这栋阁楼乃是你的宿舍 考核第一者 都能单独得到一栋阁楼 夜深点点头 便进入了阁楼之中 拿出了木然女子 给他的预检 心神一动便将神魂 沉入了预检之中 开始修炼这门魂法 首先 映入夜深眼帘的 乃是四个大字 四个蕴含着 极为强大魂道气息的大字 星天魂法 夜深喃喃道 眼中逐渐流露出期待之色 下一刻 那四个大字 骤然爆发出了 极为耀眼的光芒 那光芒之中 夜深眼中的景象 竟是化作了一片 浩然无银的星空 这是 夜深微微皱眉 有些疑惑了 原本 他以为这预检之中 出现的应该是法觉 可现在却是一片星空 他凝视着那一枚枚 无比巨大的星辰 足足凝视了一炷香的时间 可夜深却是摇了摇头 看不出什么 他心中隐隐浮现一抹焦躁 这可怎么办呢 自己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不过很快 夜深便深吸了一口气 强自将心神 宁静了下来 他很清楚 以那木然女子的实力 没必要骗他 自通天明碑之上 领悟的无上魂法 根本就蕴含在这星空之中 恢复了平静之后 夜深没有着急 而是静静地盯着其中一个星辰 什么都不做就这么看着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着 一天两天三天 转眼间七天过去了 这七天时间内 夜深都待在阁楼之中 静观星海 看起来一动不动 简直就像是石化了一般 而就在夜深参悟着魂法之时 阴神殿内却是发生了一件大事 阴殿之中 徐风云拉着徐宝慧来到了一个隐秘之处 神色有些激动地开口道 宝慧 你听说了吗 今天有一名特招弟子要进入阴神殿 徐宝慧最近满面忧愁之色 这七天来 她一直试着到夜深居住的阁楼去找夜深 为的就是把自己给夜深 成为夜深的女人 在她看来 这是她唯一能够加入死殿的机会了 可不论她如何哀求勾引 甚至有一天她都在夜深的门前 自己动手发出了种种不堪的声音 想要诱惑夜深 但知识之中 门都没有打开 别说打开了 房间之中 连一丝一毫的动静都没有 夜深是将她彻底无视了 而近日来 阴殿之中的杂活 更是让徐宝慧绝望 甚至都不想在阴神殿待下去了 闻听徐丰云此言 她的美眸闪动了一下道 特招弟子 是什么意思 徐丰云笑道 特招弟子 顾名思义就是不通过考核 被招收进入阴神殿的弟子 这种弟子 统统直接加入死殿 徐宝慧闻言 一双眼眸简直都要滴出水来了 连药九星那种资质 都要通过考核 进入阴神殿 而此人能够成为特招弟子 岂不是说 他的资质还在药九星之上 他有些迫不及待的道 哥 那特招弟子是谁啊 现在在哪里啊 又是一条捷径 通往死殿 通往美好未来的捷径 甚至比夜深更好 更快的捷径 绝对不能错过 徐丰云笑道 这消息只有少部分人知道 为兄可是花了大代价才得到的 据说 此人马上就要到阴神殿了 他的名字叫做龙凯 三十三岁 修为已然 始源四层天巅峰 徐宝慧闻言 忍不住捂住了小嘴 太逆天了 这资质都要超越阴速灵了吧 徐丰云道 别吃惊 还有更惊悚的 这龙凯本来是万民宫的特招弟子 徐宝慧傻了 这个消息甚至比之龙凯的资质更为震撼 万民之地有四大顶级势力 阴神殿排名第三 而万民宫排名第一 其实力比之阴神殿 隐隐还要高出半个层次 而万民宫的招收弟子条件 亦是出了名的苛刻 可即便是万民宫都要特招龙凯 可见龙凯有多么恐怖了 徐宝慧有些疑惑地问道 不过这龙凯为什么不加入万民宫 而选择阴神殿啊 徐丰云闻言笑了 阴冷残忍 怨毒地笑了 他带着森然笑意开口道 这一点才是关键之中的关键 很少有人知道 这龙凯乃是药九星同父异母的弟弟 我猜他这次之所以拒绝万民宫 而加入阴神殿 为的就是报仇 给自己的哥哥报仇 而且别看只是始源四层天 但他的实力和药九星 有着天壤之别 叶辰要倒霉了 徐宝慧闻言 眼睛也是一下子亮了起来 他想起来 这几天叶辰对自己的无视 对一个女人而言 那是无比巨大的屈辱 他的眼神中燃烧起了复仇的火焰 哼 该死的叶辰 该死的张凤夕 龙公子来了 我有些迫不及待 看到你们被龙公子 踩在脚下的一幕了 此刻 阴神殿大门之外 站着一名身着暗蓝色长袍 长袍之外 套着轻薄铠甲的青年男子 这男子相貌英俊 与药九星竟是有三分相似 他冷冷地看着面前的阴神殿道 不论是谁 杀了我哥哥 我都要你千百倍的偿还 龙凯的资质确实逆天至极 比之药九星还要强大许多许多 而且极为得到阴神殿高层的器重 进入宗门三天后 龙凯便是创造了一个记录 什么记录 最快穿越阴死林的记录 三小时 豫 Fall 人 爹 继统 则